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时期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的是Bob的三代色彩系列 然后我现在这边手上也有两个了 这两个呢是我和吴三十买的那个长鲜礼包先寄到的 这个是我拆到的这个是吴三十拆到的 看起来这次的欧七大比拼是他赢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拆一下这个整盒吧 先来看一下图鉴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快递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消防员还有雨衣和这个睡衣我也很喜欢 当然了这些所有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是这个小影 当时二代的时候他那个小影是招财猫嘛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 结果没想到拆穿了一个大影阿里郎 我就算凡尔赛嘛 希望今天可以拆到这个小影吧 那我今天还是就按照顺序来拆 听说小影一般都在十一号位 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先来拆这个一号位的 啊这个是什么 莫扎特是不是 这个系列所有的娃娃呢都是以色彩来命名的 这个就是红色莫扎特 这一只好像是大家眼中的雷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红色的礼服还挺好看的 手里有一只羽毛笔 然后整体的话是一个红黄白蓝的配色 其实还挺壮色的 这个两个小耳朵会让我想到那个六耳猕猴是怎么回事 然后来拆这个二号位 哦二号位还挺沉的耶 感觉会是好东西哦 好吧但我没说 啊的确是好东西 哎我刚刚发现了一个bug 我看好多人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在手里的 可是这根杆子比它这个手粗这么多 我根本塞不进去这个喇叭 这个啊这是不能活动的 我还有一只可以活动的 好吧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橘黄色的firefighter还是非常好看的 整体的颜色非常的亮眼 我觉得如果它身上的这些带子 真的能做成一些荧光或者反光的话 会效果更加炫酷 好放到这边 你的小喇叭也放旁边吧 我们来拆三号位 哦是雨衣 这支是黄色雨衣 整个bub呢也是一个灰色的头发 还有胡子 穿着一件非常亮的黄色雨衣 然后还有一把小黄伞 这个伞的柄还是有点这种金属的感觉 是可以拿在手里的 它脚底下踩着的这个底座 让它非常的宇宙不同 是一个彩虹底座 然后翻过来写着这个farmer 和这个finding unicorn的标志 我觉得它超级适合放在车子的上面 好放在这边 我们来看看四号 会不会也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有多久没听见好运来这首歌了 不是吧不是吧 哎呀我就是很想要一个小影嘛 为什么每次都给我大影 而且它跟卡片上长得根本就不一样呢 就是我感觉颜色并不太一样 我觉得卡片上颜色比较好看啦 好虽然我没有拆到我心心念念的小影 但是拆到大影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那这一次大影的话 整体就是一个有点像那种透透的低胶的感觉 是一个渐变的 然后是有一个小胡子 哎我觉得这一个自己做低胶的话 应该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啦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影 那那个便宜还卖鬼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更喜欢大影还是那个小影 好大影我要给它站在前面这个独特的位置 超级开心 OK好我们来看看哪个会被替换掉 啊我的最爱 这一支是navy深蓝的postman 可爱呢 为什么这个postman的肤色感觉要比他们深一号 有没有感觉这个皮肤会黑一点 是不是每天送信所以风吹日晒的 这一个蓝色的饱和度还是蛮高的 其实所以非常的好看 它整体的配色我是非常的喜欢 这个蓝加白呢 也会有一点点那种海军的感觉 然后再配上咖啡色的油拆包和小鞋子 整体的配色感觉很有腔调 放在后面 我发现我喜欢的几个除了睡衣我都拆到了 只要不顶睡衣什么都好说 我们来看下一个会是什么 好拆心哦 然后我试这个网球 这一支代表的颜色是白色 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 颜色还没有涂完的白膜的感觉 手里还拿着一个网球拍 这个网球拍上面还沾了一个网球 然后吴三十很喜欢费德勒嘛 他就让我去把这个改成一个费德勒的配色 费德勒配色是什么配色 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来拆下一个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我认为这个系列里的蓝啊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紫色的巫师 还有这个希腊 其他的我都还好 看看这个会是什么 啊又拆到了我们的彼得潘 这一支也蛮可爱的 它头上戴着一个精灵的小帽子 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 然后我觉得如果它身上可以做成一点那种 渐变色的绿色 然后这个绿不要那么脆 也许会更加的好看 但是这个焦糖色的头发和靴子的颜色还是非常亮眼的 下一个 好担心我的睡衣是怎么回事 啊不用担心了 好了睡衣双胞胎也来了 哦睡衣真的太好看了吧 虽然它是磨砂手感 就是Bob我好像会更喜欢亮面手感一点 但是依然挡不住它的盛世美颜 我觉得这个粉色和松石绿的配色还是蛮少见的 也很亮眼 头上戴着这个小眼罩也很可爱耶 手里面还拿着一只玩具小熊 整个哑光的手感 看起来也是蛮高级的 它和这个羽衣谁比较热门一点 我觉得它们俩应该是整个系列里大众角度最热的两只了吧 还有四个了 我们还有上面这一排和这个巫师没有拆到 很好 我不太喜欢两个到现在还没有拆到 OK巫师 巫师食物不错耶 这个就是紫色的巫师 Purple Wizard 它来了 这个食物呢是要比我想象中好探的 它带了一个巫师帽 然后这个帽子的脚脚上还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整体的话包括头发都是一个紫色调的 头发是有一点点那种灰调的雾霾子 手里还拿着一根魔杖 这个魔杖很像那种邓布利多用的 它就有点邓布利多的感觉 其实整体造型还是不错的 只是可能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紫色的原因而已 剩下的这几个里面 我可能最喜欢的是这个月手吧 好吧 是我们的希腊 它头上带着一个这种植物编织的叫什么头环 然后手里还有一个这种像竖琴一样的东西 哎呦我的音乐就很不懂了 它身上如果能够稍微来一点金色的装饰 会比较出挑一点 但是它的造型其实我是爱的 然后放在前面把它放不下了 还剩两个了 然后我们还有这三个没有拆到 这三个其实我都挺喜欢的 但好像尤其这两个不是很热吧 啊我喜欢的月手 这一只好像蛮多人说它是雷的 它哪里雷了 这么好看 我超级喜欢哎 这是深红色的摇滚月手 它的头发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那种藏蓝色 我觉得很好看 配上这个闪电 还有这个不羁的刘海 非常的酷 身上呢也是一个有点壮色的红色夹克 灰色的T恤和小靴子 然后还有一把蓝色的电极 它整个造型非常的炫酷 我觉得它们三个很搭 也可以组一个乐队的感觉 有没有 好我太喜欢这个了 这个怎么这么好看 最后一个了 看看最后一个会是什么 啊是我们的士兵 这个是灰色的骑士吧 它这把枪装上去之后它变得好长哦 感觉我都有一种被它戳瞎的感觉 我还是拿掉了 估计视频前你们看也不会太熟 它的身上的装备也蛮多的 有一个头盔 这里还有两个像飞鱼一样东西 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 像棕毛一样 一个红色的小披风 整体的话还是一个灰色调的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拆到的这12只Bob啦 所以我被替换掉的呢 就是这个莎士比亚 到时候去单收一个吧 嗯然后这个系列的话 我总体来说觉得还可以吧 说实话它没有一代二代经验我 但是里面有的确很多个是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要觉得可能要吐槽地方呢 一个是这明明是三代 为什么它的卡片又变回了一代那种超级薄的纸 真的是超级薄 你看二代是这种有点像银行卡一样的卡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说了 这个三代整体的纸量 做工好像没有一二代好 那我自己拆完呢的确也有这种感觉 像我这个其实有点 越站不稳 就是有一点点晃 然后身上的话 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小瑕疵 像我拆出来的这一个 呃 长线礼包的彼得潘 其实我已经反场过一次了 我第一次拆出来的就是瑕疵比较厉害 所以拿去换了一个新的 我觉得Bob这个IP 它的热度不用说 肯定是非常高的 嗯 它也是独角兽家的当家IP 那我觉得说还是应该要去维护好这个IP 在粉丝心中的一个形象 不要太多的去搞那些饥饿营销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正好前段时间还收了几只Bob的大娃 我到时候会专门拍一期视频 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关于Bob这个IP 我相信蛮多同学应该都还感兴趣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 呃 在弹幕上告诉我一下 不管怎么说 今天拆到大营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呃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一个赞吧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